他說他手頭有海藻街 有四美巴街 有優美術啦 柑橘類這個部分 他若是要適用的這個住宅 他的優先順序 他手頭比 另外呢 在柑橘的一個中國後期 本來是否比較容易有賽傷的問題 嗯 這個是一個好的問題 他說你這陣子有這個我們在用這個 海藻街 四美巴街 還有這個這個優美術 這種都是一個 尤其這陣子可能比較 比較算為 幼果跟小果的一個這個中間 以這個柑橘類來說 就是說應該都算小果 幼果應該是很少 因為那些很慢的 不然來說應該是小果期 小果 就進入到這個中國的這個中間 所以這個時候 應該是差不多是鈣 大概就補一點鈣 那天氣如果沒有說鈣 你會可以在這裡四美巴鈣 因為補一點鈣 補一點點鈣 補一點點米 還有一個營養 在業面上一點點營養 稍微吃一點 不算要緊 那如果是天氣不好 我們在說天氣不好 要說很熱的 這個肚子不是沿路 這種可能 他的一個鈣的吸收 我們可以吸收海藻鈣 這個海藻鈣 因為尤其是太乾 特別是很乾 今年是沒有這個情形 有時候它太熱了 它是一種乾熱的天氣 你就可以用這個海藻鈣 另外就是說 正常是像今年 這種有給水這樣熱 四美巴鈣做的 就已經很好用了 所以這個通常是有 一種的一個必要 另外就是說這個米 這個部分 我們的補充 可以留在稍微後面一點點 就是說差不多 在中個的一個這個 後期那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加一層 這個效果其實也還蠻不錯的 這最主要是 是這種的隱患 另外一個就是說這個海藻鈣 因為它還早去熬合 所以你如果說 在中個那個時候 因為 它開始隔壁 在快速的行動 再來就是沿著炎炎夏日 所以你如果是用這個 四美巴鈣這種 也不是不行 但是那個浪土 因為隔溫 我們浪土要控制好 他現在煮那個 這個水在打得很快 這都很容易熬到 個都還是很 因為現在對後面 中國市最主要 他在沿蝦邊 比較容易 你說塞爽這個問題 其實有可能就是 標明下去 叫這些肥料去熬到 那為什麼會給這些肥料 去熬到 這個原因最重要 就是說 水打得很快 太熱了啦 簡單說就是這樣 太熱了 所以水打得很快 所以你的浪土如果是控制不好 或者說有的人說 雞翁一些 像我之前 這個煮三百倍 五百倍都沒有事情 今天已經煮八百 煮五百 還有出事情 為什麼都一樣 因為你比較冷的時候 煮五百 現在這個 隔溫的時候 煮五百 沒有什麼一樣 如果是溫度比較高 它的水在打的速度很快 萬人如果沒有漏 不是黑暗天 它的水在打很快 很快 有可能 瞬間濃度 濃縮 就要去減到 所以標明 就有可能 甚至肥料 或是肥料 都會去熬到 比較容易去熬到 這是這樣 這個經營 在那裡 要怎麼給它 劈備這種經營 就是減少它的 第一 就是要增加它的 夜面的寶石 所以你可以去 濕一下 海藻鈣做的 就要用 海藻鈣 你要是做夜面肥的時候 再濕一下 動作是在 保濕的作用 它的效果是還不錯 所以大概 我們在這個水用檔中 你可以這樣 來把它做調整 這通常是有這種的作用 在這個比較小顆的時候 這通常就是 鈣比較微 特別是鈣 這個腰比較不容易吃力 一般來說 就是說 鈣的補充 其實就是 最重要 最重要 需要來給它這個補充鈣 它 鈣能夠補充充足一點 如果是補充 比較有夠 它後面在大 比較有空間 比較有彈性 比較有彈性 所以這有 這種差別在 這有好朋友 是有做一個了解 就是說 你可以這樣 來給它 搭配 我們的搭配 來給它做 效果會好一點點